大家好,又回到我們望向編輯部YouTube Channel 時間 又我來自澳洲的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來自馬來西亞的大馬Sir 各位好 在節目開始之前,請大家為我們三個頻道 望向正向浪費冷氣 點讚分享和訂閱 砌抗疫聘經濟反網報 好,今節我們就 講一講普京大帝的事情 其實有幾份報紙就說 普京現在已經失去了談判的興趣 即是不想和談 他就是想繼續在烏克蘭的土地上 一直這樣 要有成果 有成果的意思應該就是只能拿到一些烏克蘭的土地 當然 為什麼這樣呢 原來就是有一件事情令到普京大帝好生氣 就是在戰場上受挫 什麼受挫呢?就是莫斯科號 這個秦楊瀾被擊沉了 令他震怒 所以他覺得 現在不用和談了 算數 就是 繼續在這裏 不走就對了 究竟是什麼人說呢? 原來 這個 《頓頓金融時報》和《華盛頓郵報》 他就說有三名消息人士 原來是說了普京的一個狀況 就說普京已經結束了俄烏戰士外交努力的興趣 不會和談 就說他似乎是決心盡可能地有多少烏克蘭的土地就拿多少 普京大帝其實在戰場上受到挫折 你說他是不是認真考慮和烏克蘭和談呢? 其實也是 我覺得 但是是不是他不走呢? 這個我就打個問號 有時候不到你不走 不過這三名消息人士就說 現在普京就想結束這場衝突 不過是要以帶走一些烏克蘭的土地結束這場衝突 他們就說看不到有和解的前景 當然了 他們就說普京真的相信 他是有辦法可以在烏克蘭佔據一些土地 並且可以全勝的姿態走 雖然 莫斯科和基庫在3月的下旬 在伊斯坦普也即是土耳其 的一次會議上是達成了第一份公佈草案 但是在烏克蘭總統 扎蓮斯基指責俄羅斯對布查鎮 和馬里烏波爾的平民做一些不好的事情之後 談判是陷入了疆局 其中兩名知情人士就說 普京形容和平的努力已經進入了死胡同 與此同時 他在烏克蘭對他們這個莫斯科號擊沉之後 是極為震怒的 其中一名知情人士就說 之前有希望是達成和平協議的 普京還在討價還價 他需要找到以贏家形象 結束這次俄烏衝突的下台街 不過因為莫斯科號沉沒 令到他很沒面子 所以普京現在反對簽署任何形式的協議 因為他覺得 一簽的話自己就是輸家 尤其是莫斯科號被擊沉之後 烏克蘭和西方官員本來 就是懷疑普京和談的誠意 他的承諾很多人都不相信 更有媒體就覺得 其實 我方會繼續進攻幾乎的 當然 普京似乎對於戰局有一種看法 就是覺得自己 是有能力再去 更上一層樓 除了這個烏東地區 烏蘭地區 他都可能拿得到的 不過究竟是否這麼容易呢 我也是打個問號的 當然這三名知情人士就說 雖然 普京是說會 有一個 集中實力 去烏東 不過 其實是 不會的 是會其他地方都會繼續搞的 另外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還有 歐洲理事會主席 米歇爾 還有一個人 就是車路士的老闆 億萬富翁 艾巴莫逸智 等等的中間人一直都試圖說服普京 去見一見澤尼斯基 希望這兩位 領導人可以打破僵局 俄羅斯 和烏克蘭的談判代表 已經將 其他大多數問題放在持要 就為了試圖 製造一個 叫做 良好的談話基礎 還有 西梅亦都說 扎蓮斯基 某個程度上 都放棄了加入北約的意願 都算是一個好的基礎 但是普京 就是因為 莫斯科號被擊沉 所以他就覺得 不夠 我一定要多拿些土地 不然我就沒面子 其實 我們之前說過 普京上星期五 在 莫斯科 跟米歇爾 歐洲 理事會的主席 談了電話 他 就說 對不起 談判要暫時擱置 因為烏克蘭 他們 起了牆 並且 現在不是和 扎蓮斯基 即烏克蘭總統 見面的最佳時機 談判代表 對這件事的解讀就是 應該俄羅斯相信他們 可以得到更加多的烏克蘭土地 所以就不需要談判了 參與和平談判的一位人士就跟西梅說 普京現在是 揭盡所能 避免跟 和扎蓮斯基見面 他希望 在他們見面之前 一切都要成定局 俄羅斯要有一個優勢 要壓倒扎蓮斯基 扎蓮斯基其實上星期六 就說 他希望 談判是繼續進行的 但是與此同時 如果馬里烏波爾的烏克蘭人 被人家拉低 又或者 烏克蘭南部 被佔領客義重地區的俄軍 舉行所謂的 獨立公投 他就叫做分離主義公投 烏克蘭自己也不會再談判 所以我們看到 很多人都很努力 基庫的官員也很擔心 其實普京 要的土地 不僅是 頓巴斯地方 還有就是烏克蘭 東南部 等於撤斷了烏克蘭的海上通道 其實對於全世界來說 也不是好事 因為 現在這樣 烏克蘭就很難運糧食出來 因為烏克蘭不太闖 如果是這樣的話 烏克蘭也不會和你談判 沒有事要談判 是的 所以扎尼斯基也說 如果你是烏南地區 你拿走的話 我們也不能談判 因為扎尼斯基也說 一條底線 他的底線就是 領土的範圍 一步都不讓 如果 整個 烏克蘭東南部 被俄軍佔據了 等於 烏克蘭沒有出海口 他怎會讓呢 說真的 沒錯 其實 普京可能只是打算速戰出決 但是現在這個時勢也難 烏克蘭也相信自己有能力進一步迫退某些俄軍 不過 其實全部官員都越來越擔心 如果 莫斯科一再受挫的話 他們會用核呢 這個大家都擔心 扎尼斯基上星期三 在基庫見了米歇爾 他當時就說 烏克蘭 輿論是不支持繼續和平談判 並且補充 他意識到對抗普京 比做出讓步更得民心 另外 埃爾多安上星期日 跟扎尼斯基進行了交談 力求 令到這次的談判 重啟 亦發了一份聲明 說土耳其 領導人 表示 安卡拉方面 即是土耳其 叫做政府 隨時準備提供幫助 埃爾多安上星期五 亦都說 他還希望 在未來幾天跟普京見一見面 談一談 普京的發言人 佩斯科夫 和艾巴默域哲的代表 都沒有回應西媒 有 普京是不是真的不談 他們都不回應 或者說不敢回應 另外說土耳其 其實土耳其 他們是剛剛禁止了俄羅斯的部隊 通過他們的領空進入敘利亞 這件事又是幾奇妙 亦都令局勢又再緊張一下 土耳其 已經對俄軍用飛機 乃至 運載 軍事人員 去敘利亞用的民航客機 關閉了領空 這個舉動 就被 比喻為 一個 叫做 訊息 是什麼訊息呢 就是 向俄羅斯施壓 要重啟 俄烏的和談 其實我猜不到 土耳其也挺大膽 土耳其是禁止了俄羅斯的 部隊通過他們的 領空進入敘利亞 就希望 可以令到 俄烏是重啟和談的道路 即是向普京 不斷施壓 土耳其外長 赫姆 什勞奧 就說 俄羅斯 軍用飛機 將 不可以再 前往 敘利亞的途中 經過我們土耳其的領空 俄羅斯 在支持 敘利亞總統巴薩爾 的政權方面 起了很關鍵作用 一直都是 根據土耳其國有電視台 TRT的報導 他在訪問 烏拉圭的時候 就跟記者說 我們 已經對俄羅斯的軍用飛機 甚至 運載軍事人員的 民航客機 關閉了領空 所以歐洲的分析人士就覺得 這個舉動 將會令俄羅斯在 敘利亞的後勤保障 進一步複雜化 之前 烏克蘭的 戰事開始沒多久 土耳其就限制了 外國軍艦 從黑海 前往地中海 的通道 當然這就是 要控制俄羅斯的軍艦 我們看到 亦有人說 莫斯科方面 唯一 可行的空中補給內號線 這兩個國家都相當 叫做旗彎 叫做旗彎 因為 跟美國相當不適合 就是 兩伊伊拉克和伊朗 明白 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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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经把这个决定告诉普京 两个国家领导人将会继续进行谈话 自从俄罗斯对乌克兰再次发动攻势以来 土耳其方面一直逐渐减少允许 俄军通过他们前往赘利亚的上空 但是完全关闭 这也不可能 因为他也是需要俄罗斯的旅客 如果完全关闭就意味着 因为土耳其也打算做个和事佬 另外美国和其他国家一直都要求土耳其 在赘利亚的问题上 利用他们对莫斯科的影响力 向普京施压 现在他们也有做 安加拉其实是用一些时间 也是决定了很久才同意 现在也差不多 应该是过了两个月 因为2月24日俄罗斯出兵乌克兰 用了两个月时间 终于可以当我们又采取这个行动 其实也是向普京施压的 自从普京出兵乌克兰之后 欧洲领土上引发了80年以来最大的战事 土耳其一直是寻求一个 已经是微妙的平衡 其实战事开始没多久 大多数的欧洲国家 对俄罗斯的航班关闭了领空 但是土耳其反而是想做一个和事佬 另外一个没有关闭领空的国家就是塞尔维亚 不过就被人家噴 因为马路飞起 因为他想加入欧盟 土耳其还向乌克兰的部队提供了无人机 虽然这种无人机 一直是拒绝西方的制裁 当然我们看到 土耳其决定在 对俄罗斯和俄罗斯施压 亦都凸显了 埃尔多安和普京之间的关系都是错中复杂的 土耳其在赘利亚 控制着大片的土地 并且有大量的军事存在 近年来 这两位领导人建立了密切的个人关系 但是在赘利亚 利比亚 和有争议的高加索 地区 就是叫做 纳哥尔诺 巴卡巴赫 这个地方 两个人是多次 直面交锋 针锋相对呀 土耳其曾经是 试图促进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和谈 俄乌两个国家的谈判代表 在三月和四月都在土耳其的安卡拉 举行了两次高级别的会议 但是俄军对乌克兰的再次进攻 令这些努力其实都等于付诸头水 上周五 埃尔多安还说 他的官员现在想通过电话重启谈判 在赘利亚向俄罗斯施压 是为了逼俄罗斯更加认真地和谈 但是此时此刻 如果那三位人士说出来的资料 即是那些亲俄人士说出来的资料是真的话 你逼他也没用 可能越逼就越糟糕了 这个普京是很难搞的一个人 其实也很执着 当然了 如果要俄罗斯同意并且达成协议 其实我觉得你是要有一些硬实力才行 很多的分析人士说土耳其也有硬实力 土耳其对伊拉克北部的富伊德 其实保装分子也发起了新的攻势 可能会寻求利用他们对俄罗斯的影响力 当然了 在赘利亚他们也会有其他的事情 我觉得除了土耳其之外 其实另外一个国家都被欧盟钉上了 这个就是欧洲国家 就是现在约翰逊出访的印度 钉上了 其实钉上了很久了 很久了 不过他们就不管了 没错你可以这么说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罗欣 其实是访问印度的 将会讨论一样的 就是向印度出售欧洲的军事装备 以及建立潜在的合作企业 有没有办法可以做一下生意呢? 印度当然是购买俄罗斯的石油和军备 很多很多 现在欧盟准备宣布 和印度成立一个新的贸易技术委员会 作为双方 关系还有应对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加的 努力的一部分 冯德来欣的身边一位助理就说 今次的新论坛 可能在 欧盟委员会 主席冯德来欣 和莫迪见面的时候 会揭晓的 冯德来欣和印度政府的讨论 当然包括要卖一些军备给印度 其实不想他帮俄罗斯买 以及建立潜在的一些合作机会 当然是经贸的合作机会 这招也是对的 如果印度对欧盟依赖多一点 那对俄罗斯依赖少一点 其实欧盟现在是想 减轻印度对俄罗斯技术 和其他的长期依赖 但是你有没有石油 你有没有能源 这个很现实 你们自己也不够 技术可能就有的 这个也是现实 所以或许就是部分依赖减少 因为能源石油 天然气 煤炭 始终你们也要尽口 当然他们还会讨论 今年夏天 是否会重启谈判 什么谈判呢 就是欧盟和印度之间的 全面经济贸易协议谈判 哇 有点难 约翰逊说10月份可以谈 但那些记者说10月份你还是不是 英国首相 这个也挺好笑 其实 我战事以来 印度拒绝公开谴责俄罗斯总统 普京出兵乌克兰 为这次会议蒙上了阴影 西方政府希望找到方法 令到新的里可以摆脱 对莫斯科长期的依赖 起码可以部分终止一些合作 可能就是技术 当然 那些你不用想了 但技术其实 鸿鸿当然有 你有没有俄罗斯的价格 先说这样 因为俄罗斯的价格 卖给印度的 军备也是打了一点点折 对 对 这到底是长期的客战 是吧 冯德罗欣的目的 就是找个办法 在 军事装备 和化肥等等的领域 为印度提供 一个替代俄罗斯的 方案 当然他们希望和印度建立更加广泛的关系 也希望勾起印度的兴趣 其实 技术经贸委员会 是将会建立在 去年的一个模式 去年是什么模式呢 就是在匹兹堡启动的 涉及美国和欧盟的模式 就打算抄抄这个模式 有没有办法 用这个模式 去 欧盟和印度建立一个关系呢 但是 其实美国和欧盟在 数码化私隐和其他 技术方面 都是存在分歧的 所以这个模式 跨大西洋 就是指美国和 欧洲的跨大西洋模式 也未被证实是可行的 那和印度行不行呢 印度可能更加难谈判 大家知道印度的数据很棒的 哪人都难赚印度钱 没错 当然了 辛德理方面 就是 这个委员会 我们暂时没有什么评论 应该等件事一边走一边去评论 当然 还有什么技术是讲话会谈呢 就是五株和六株技术 还有就是 私隐的监管 还有是如何监管社交媒体等等 双方在数字技术上面 都会有 更加广泛的合作 议题 当然他们也说 亦都是看着中国 这件事也是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